本视频未经证实,存在些许偏差,请大家理性观看。 1901年,两名英国教师在浏览凡尔赛的时候穿越到了18世纪法国, 这也被称为凡尔赛穿越事件,也被称为凡尔赛闹鬼事件。 并且二人还在1901年出版了一本名为历险的图书,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新来的朋友点赞,关注一下,我们接着往下看。 1901年的8月,有两名英国教师来到凡尔赛的小特里亚农工, 但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这次游行中发生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 事情还要从他们看到18世纪法国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说起。 在1901年的时候,这两名英国教师安妮和爱丽诺来到巴黎旅游, 作为巴黎旅游的一部分,凡尔赛公肯定是要去看的, 当时他们二人一个55岁,一个38岁,和大多数人一样, 两人也是为了来感受当初法国王朝的历史兴率, 两人尽情地看着周边的建筑和风景,并且谈了一些相关的话题。 当他们步行穿过花园,来到小特里亚农工的时候, 发现大特里亚农工已经对外关闭了, 虽然他们二人携带的指南针,但还是迷路了, 安妮和爱丽诺根据地图进入没有标注过的小道, 想着或许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走出去。 在这里,其中一位女教师安妮看到有一个妇女在窗边挥舞着一条白色的小布巾, 而伊利诺也看到了另一座被废弃的农舍, 同样这座农舍也没有在地图中出现过。 当时刚好是白天,两人也没觉得有啥, 如果是晚上,恐怕早就被吓得跑掉了吧。 渐渐地,两人感到有些不对劲, 于是加速前行,不一会的功夫, 他们就来到了宫廷,在这里碰到了正在干活的园丁, 园丁告诉他们,只要直走就可以。 当时,二人并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妥之处, 而且他们也没有往其他的方面去想, 并且更加不会想到二人接下来会遇到的事情, 只不过是有一些担心而已。 随之,两人来到了一栋小别墅, 在这个小别墅门口站着一个妇女和女孩, 他们都身穿着18世纪的服装, 这名妇女正在给小女孩递水。 更令人惊讶的是,眼前的这两个人竟然是静止不动的。 后来,安妮和爱丽诺回忆说, 他们就像杜沙夫人蜡像馆里的蜡像一样, 并且说道,现在回想起来, 从他们迷路以后, 所有东西都变得有一些不一样了, 甚至让人感到恐惧。 然后,两人又继续向前走, 他们来到一座水池旁边, 这里坐着一位男士, 身上披着斗篷, 而且还带着一顶礼帽。 当时,安妮和爱丽诺还感到奇怪, 为什么这里的人穿着如此古怪? 难道他们是在举拜什么活动呢? 可是当那个男人的脸转过来的时候, 安妮和爱丽诺被吓了一跳, 也为这个男人的皮肤又黑又粗糙, 而且脸上还有天花的印记, 并且奇怪地看着他们。 当时, 他们二人脑海里突然冒出了有关天花的事, 在十八世界的时候, 天花在西半球四女, 当时整个欧洲的病死率十分的高, 大多数幸存的人都留下了疤痕。 两人被吓了一跳, 赶紧离开了湖边。 随后, 他们又遇到了另外一位男士, 这位男士举止十分优雅, 而且还热心地告诉了他们通往小特里亚农宫的位置上。 根据男人的指引, 安妮和爱丽诺终于找到了小特里亚农宫。 安妮诺发现在露台的北边, 有一名头戴帽子的女性, 正在画素描。 她原以为这名女性也是游客, 但是注意到她的穿着以后才感觉到不对劲, 因为这位漂亮的女人穿的是十八世纪的服装。 接下来, 安妮和爱丽诺二人被一名男孩引导走到了前面的门口, 遇到了其他游客。 从这开始穿越时空之旅也告一段落。 两人在后来回忆, 说到当时他们看到那名正在画素描的女子, 气势十分的高贵, 遗憾就是贵族人士。 后来, 安妮在法尔赛宫看到了十八世纪的王室成员画像, 他可以肯定那名女子其实就是安托瓦内特, 十八世纪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妻子, 而这也是他们当时穿越时空, 回到安托瓦内特在小特里亚农宫最后的日子。 两人回去以后, 久久无法安静, 因为他们觉得凡尔赛宫里闹鬼, 并且还被二人遇上了。 而他们所看到的那些人, 也全都是十八世纪的人, 在他们死后, 灵魂不愿离去。 后来两人在一九一年的时候, 出版了一本名为历险的图书, 向世人讲述了这段神奇的经历。 凡尔赛宫殿作为世界五大宫殿之一, 它原本是一片森林和沼泽荒地。 在1624年的时候, 法国国王路易十三在这里修建了一座两层的红砖楼房, 用作狩猎行宫。 在此后, 凡尔赛宫作为法兰西宫廷长达107年, 到1789年的时候, 路易十六被民众要挟在巴黎城内斩首, 法尔赛宫也作为法兰西宫廷的历史终于结束。 随后在法国大革命的时期, 法尔赛宫被民众多次洗劫宫内的层次物也被洗劫一共。 此后, 这座宫殿便沦为废墟, 长达40年之久, 直到1833年, 阿尔良王朝的路易菲利普国王才下令修复法尔赛宫, 并且将其改为历史博物馆对外开放。 而在历险的这本书中, 安妮和爱丽诺以笔名伊丽莎白莫里森和弗朗西斯格兰特为名, 向世人讲述了这段神奇的经历, 这两人的故事被法国的很多民众所相信, 为什么会这样的结果呢? 还要说说他俩的出生, 夏洛特万伯利出生在1846年, 他的父亲是乔治莫伯利, 是当时温彻斯特学院的院长, 后来还担任过索尔兹伯利主将, 在1886年的时候, 莫伯利在牛津创建了第一所面向所有贫困学生的圣修学院, 并且邀请埃利诺乔丹帮忙管理。 埃利诺乔丹出生在1863年, 他的父亲是一名教区牧师。 阿利, 若和当时大多数英国女孩留在家中学习, 不同的是, 他在曼彻斯特学院里完成学业, 并且还出版过一系列教科书, 而且还在巴黎拥有一所公寓, 莫伯利和埃利诺, 不管是从出生方面, 还是自己的自身力方面, 都已经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人, 所以他们无需在这种事上作假。 后来安妮和埃利诺为了搞清楚事情的真相, 又再一次去了他们遇到诡异事件的那条小道, 可是再一次, 他们却并有发现之前看到的那些农舍、 小别墅等, 后来通过二人查阅资料得知, 他们见到的那个男人就是安托瓦内特王后的一个朋友, 就在历险出版的第二年, 在一本书中发现了十八世纪凡尔赛宫地图, 上面清晰地标记着安妮和埃利诺去过的那些地方, 但是后来有人怀疑这个穿越事件并不是真实的, 所以很有可能是因为当时的那个宫殿闹鬼了, 也被称之为闹鬼事件, 大家可以想想, 经常有很多古建筑会传出闹鬼的事件, 就比如白宫闹鬼事件, 白宫在二百年以来并非平安无事, 反而传出许多的灵异事件, 据资料记载, 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时候就曾经发生过, 当时美国的第三十任总统卡尔文, 科利芝的妻子就经历过一次诡异事件, 这件事发生在1923年, 科利芝刚当选总统不久后, 他的妻子就在白宫里看到了已经死了六十年的林肯, 说起林肯大家肯定都不陌生, 他是美国历史上很厉害的一位总统, 他不仅取消了奴隶制度, 而且还打赢了南北战争, 美国民众对他的拥护十分的高, 可是在1865年的时候, 在看戏的过程中被暗杀, 林肯死后, 美国人十分痛心, 那么为什么相隔六十年, 科利芝的夫人还会看到这位总统呢? 根据科利芝夫人的回忆, 当时的他在美国总统的办公室里, 看到林肯, 他就像生前一样, 双手背在背后, 站在窗前看着外面, 彭佛是在沉思什么, 这件事被报到以后, 立刻引起了美国民众的轰动, 也为白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美国的第43任总统乔治·沃克, 不时的双胞胎女儿詹娜在一次访谈中, 也曾说起过白宫闹鬼事件, 据说詹娜住在白宫的时候, 晚上总会被一阵奇怪的音乐吵醒, 起初她以为是工作人员在放音乐, 但是那首音乐太过于古老了, 引起了詹娜的好奇, 于是便决定一探究竟, 可是当她出门以后发现音乐变得越来越远, 而这也让詹娜感到害怕, 后来她发现音乐是从自己的房间的壁炉传出来的, 可是当她第二天询问管理员的时候, 管理员却告诉她, 不必大惊小怪, 这种事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而要说白宫最厉害的一次, 还要属英国首相丘吉尔遇到的那次, 在美苏冷战期间, 有一次她停留在林肯的房间时, 突然看到一个人影出线在她面前, 丘吉尔仔细一看, 居然是林肯, 可是林肯不是早就去世了吗? 两人在对视几秒后, 林肯突然消失不见了, 这也把丘吉尔吓得不轻, 连忙跑出了房间, 但后来有专家专门去白宫调查过, 但是却没有任何的收获, 至于这件事是真是假, 我们也就无从得知了, 那么大家认为这个世界上是否真的存在穿越或者闹鬼事件呢? 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评论留言, 最后别忘了点关注,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